上一次呢我们说到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刚开始喝威士忌的人 或者是你就想轻轻松松的喝一杯 那我到底该喝什么呢 来 喝 这一锅 调和型的威士忌 什么叫调和型的威士忌呢 就是我上次说的那些规范 统统都忘记 只要你是威士忌 我就可以把它调配进来 调和型的威士忌 喝的是品牌调酒师的品味 讲究的是稳定而大量的生产 比如说七八四的皇家礼泡啦 张尼沃克的黑牌绿牌金牌蓝牌 他们都属于调和型的威士忌 基本上呢 只要你买的是皇家礼泡 不管今天是在北京买上海买 还是跑到美国买英国买 其实它应该通通都是同一个味道 这叫做稳定而大量的生产 调和型的威士忌呢 在全世界的威士忌市场 其实占了很大很大的量 大概有八成到九成以上 也许更高 大多数人喝的第一杯威士忌 其实都是调和型的威士忌 包括我 我第一杯喝的威士忌 其实就是Johnny Walker的黑牌 现在我手上这一瓶呢 也是Johnny Walker 乔治武士 就 乔治武士 就是 它酒精度是43度 通常调和型的威士忌呢 就是酒精度会在40到43之间 那颜色看起来是雪莉桶 没错 闻起来是 就是会有一些雪莉酒的味道 有一些花香 有一些蜂蜜 有一些巧克力的感觉 嗯 这是很标准的雪莉桶 呃 哦 这个酒很温柔 这个酒很温柔 这个酒不错 很棒 呃 其实我们在喝调和型的威士忌呢 就是讲究的是 柔顺的表现 但有的调和型的威士忌呢 它柔顺了以后 很容易流于 比较没有味道 或是比较没有个性 高阶的调和型威士忌呢 就是能够把丰富的味道跟层次 跟柔顺 同时融合在一起 然后融合的恰到好处 非常好 这一瓶酒就是 就是你喝进去以后 你觉得舌头好像被一个 呃 蜂蜜或者是什么样 那个温润的感觉包住 可是你同时又能够感受到 我刚刚说的那一些味道 甚至更多 可能我没有喝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瓶很好的酒 到现在我嘴巴里面还是香香的 呃 而且它长得很好看 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生日啊 或者跟朋友庆祝什么事情 拍一瓶这个 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适合 太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